大家好,欢迎收看《恶梦阿姨》,我是Jay 在一段感情或是婚姻里,你相信对方多少呢? 你能想象自己的枕边人是一名连环杀妻犯吗? 来自英国一名失婚的单亲妈妈戴安·比斯利 本来不再相信婚姻的她 遇上自以为的灵魂伴侣后 却因警方的一通电话彻底掉入了地狱深渊中 她万万没想到这个外表人处无害的枕边人 竟然连续首任了她的两任前妻 到底事件的原委是发生什么事? 让Jay带大家继续看下去 恋爱本来就是一场甜蜜的饗宴 谁不想从恋爱里到两人携手至白发苍苍 来自英国的戴安·比斯利也是这么想的 经历过一场失败婚姻的戴安 即便让她伤透了心 但她依然选择相信爱情 不被失婚影响的戴安 独自带着女儿在加州生活 生活日复一日 枯燥乏味 却也不影响戴安寻找爱情的心 就在某日 戴安偶遇了来自美国厄亥俄州的约翰·史密斯 彻底改变了戴安的生活 起初约翰并不是戴安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约翰并没有帅气的外表 看起来瘦高 还有一对大大的耳朵 讲起话来口条笨拙 不善表达 甚至完全不善交际 简单来说 就是那种让人见一眼 就会随即忘记的人 约翰不言会地告诉戴安 自己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自己第一段的婚姻 是和青梅竹马结婚 当时因为两人都过于年轻 生活也有诸多摩擦 才因此走向了分道扬镳的路上 而第二段婚姻 是因为当时的妻子得了癌症 一直守在他的病塌前守护他 妻子终究不敌病毒的折磨 离开了他 听在戴安的耳里 是那么的百般不舍 非但没有因此而拒绝约翰 他反而在约翰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认为约翰就是他寻找已久的灵魂伴侣 而约翰也对戴安是 呵护备智 贴心至极 就这样戴安陷入了约翰的温柔乡里 两人交往了两个多月后 于1998年闪婚 戴安带着自己的女儿和约翰 开始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婚后的戴安 沉浸在幸福的甜蜜日子里 但命运似乎没有放过戴安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戴安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可以说是救了他一命 但也是把戴安从天堂 带到地狱的致命电话 这通电话来自一名FBI探员鲍博 他告诉戴安正在处于生命的威胁之中 戴安听后并没有多加理会 认为这是一通诈骗集团或是整人的电话 不过探员鲍博并没有因此放弃 不断地打给戴安 还告诉他许多关于约翰的相关资料 这些资料都和约翰不谋而合 探员还告诉戴安一件事 FBI调查约翰非常久 一直都在暗中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虽然没有实质的证据抓捕约翰 但所有调查到的线索全都指向约翰 所以FBI认为 约翰就是杀害两名前妻的真正凶手 戴安越听越惶恐 自己深爱的枕边人 居然是涉嫌杀害两名前妻的犯人 而自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越想越害怕的戴安 生怕自己与女儿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随即向法院提出要和约翰离婚的申请 收到离婚申请的约翰是怒火冲天的直奔家中 疯狂踢着家里的门 眼见戴安还是无动于衷 约翰开始歇斯底里大叫 还边拍打家里的门窗 戴安被约翰的举动吓坏了 要不是女儿在他身边啊 自己估计已经被吓死了 母女两眼见情况失控 立刻报警 约翰也被赶到的警察们抓走 与此同时 FBI找到了更多指控约翰杀妻的证据 不过距离约翰的第一任妻子失踪的日子 已经过了27年 根据调查 约翰和第一任妻子詹尼斯同为高中同学 两人于1970年6月结婚 那年他们才19岁 婚后的两人并没有新婚般的甜蜜 詹尼斯的弟弟们在他俩婚后去探望他们 发现姐姐身上有被虐待过的痕迹 但当时詹尼斯并没有对此多做解释 过了四年后 詹尼斯受不了约翰对他的家暴 向约翰提出离婚的要求 没想到才提出离婚没多久 詹尼斯就突然的人间蒸发 家人们对詹尼斯的心中 没有任何一点的消息 约翰向外宣称自己的妻子失踪了 随后便向警方报警 说是妻子和他吵架后便夫妻离家 而且一去不复返 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妻子的消息了 这个说法 詹尼斯的家人当然是不买单 想到自己的姐姐曾遭受过家暴 却在提出离婚后 莫名的消失好几天 怎么想都不对劲 纷纷斥责约翰 要求他把詹尼斯给找回来 面对詹尼斯家人的指责 约翰对妻子的离家显得冷漠 一点都不关心妻子失踪的事情 反倒是开始收拾起 詹尼斯有关的所有东西 一边在爷爷家里制作了一个狭长的木盒子 而这个举动引起了约翰的兄弟迈可的注意 迈可问起约翰 你在干嘛 约翰只说 这是要装詹尼斯东西用的 过了约莫五年后 约翰的爷爷在车库里啊 闻到了一股腐烂的恶臭味 寻着味道的来源 找到了约翰当初制作的那个木盒子 除了有让人作呕的腐烂味之外 还有不明一体从木盒里渗透出来 感到奇怪的爷爷立刻联系了迈可 一回到家后 迈可一脸辨认出了这个木盒 就是约翰当初说要装詹尼斯东西用的盒子 迈可忍着恶臭敲开了木盒 开始翻找里面的东西 一翻开后 让迈可惊为失色 木盒里装着一具被肢解的尸体 而这具尸体正是自己失踪已久的嫂嫂詹尼斯 迈可随即拿起了电话要报警 却被爷爷阻止了 说是奶奶身体状况不好 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若是这件事情传出去 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爷爷当下要迈可联络约翰 将他的东西带走 约翰接到迈可的电话后 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只是冷冷地回了迈可 随后约翰便回到爷爷的家中 将东西给拿走 知道木盒秘密的迈可 一直将此事深埋在心中 也因良心不安 长期的喝酒 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而这件事也成了约翰家中不能说的秘密 并替约翰保密多年 闭口不提 1990年 约翰在佛罗里达州 邂逅第二任妻子贝蒂 两人在同一间公司工作时认识 并与同年结婚 贝蒂的妹妹雪莉 对于约翰这个人相当的反感 总觉得约翰怪怪的 要姐姐小心一点 而贝蒂的女儿弟弟 也对这个继父非常的感冒 力劝自己的妈妈要想清楚 不过当时被爱情冲昏头的贝蒂 哪会想那么多 一心只想嫁给这位小自己十岁的约翰 婚后没多久 两人的婚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这次反而是约翰向贝蒂提出了离婚 才结婚一年多就被提出离婚的要求 贝蒂自然是不肯的 恳求约翰跟自己重新来过 为了能让婚姻顺利重新燃起爱情的火花 两人还特地搬到了牛泽西州定居 搬到新家没多久 贝蒂就在家中的浴缸里跌倒了 导致贝蒂的宽骨骨折 眼见受伤的贝蒂 约翰非但没有像以前温柔的呵护 反而是对贝蒂冷眼旁观 贝蒂恳求约翰请假在家照顾他 却被约翰狠狠地拒绝了 伤心的贝蒂致电给了自己的女儿 当时女儿并没有想到 这是听见母亲最后一次的声音了 通完电话没多久 贝蒂就失踪了 心急如焚的女儿 只能联系自己的继父约翰 他愤愤不平地问约翰母亲去哪了 约翰却一副云淡风轻地说 自己不知道 一点都不紧张自己妻子失踪的事情 还对贝蒂的女儿说 你母亲只留下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自己要出去几天 还要她不要忘记喂鱼 这番说辞 贝蒂的女儿自然是不相信的 毕竟自己与母亲通话时 母亲并没有告诉她要外出旅行 更何况当时母亲宽骨骨折 怎么可能长时间地独自外出 于是贝蒂的家人就报警了 开始调查她失踪的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 他们发现约翰第一任妻子也失踪了 让他们深深的怀疑是约翰 谋杀了贝蒂 由于贝蒂的失踪事件 让FBI对约翰深入调查 调诡的是在贝蒂失踪后 约翰自己也消失了 导致FBI一直无法找到约翰的下落 加上当时的侦查系统并不先进 名叫约翰的男子有上千上万个 FBI只能土法炼钢 在每一个州做主意的排查 一直到1996年 约翰因交通事故被捕留下了案底 此人才又浮现于FBI的眼里 发现约翰的行踪后 FBI不敢轻举妄动 暗中调查约翰的一举一动 发现他又再婚了 便加强警戒对约翰秘密跟踪深入调查 经几番的调查后 约翰的兄弟迈克再也忍不住了 终于将心中埋藏多年的秘密 告诉了警方 FBI在听完迈克的陈述之后 马上联想到在1980年 印第安那州的公路旁 有一名工人发现可疑的墓盒 便报警处理 墓盒里装的是一具脚部以下 全部都被切断的尸体 由于当时的技术并不纯熟 加上时间已久 无法马上辨认出这具尸体 就是约翰的第一任妻子詹妮斯 以至于尸骨在被确认之前 都被称为河中女郎 FBI立刻申请对此尸骨做见证 一直到2000年才借由科学技术 确认河中状的是詹妮斯 随后FBI立刻逮捕了约翰 于隔年约翰因杀害第一任妻子詹妮斯 被法院判谋杀罪 让人意外的是 遭控遭到陪审团的驳辉 最终指判了约翰终身监禁 关押于俄海俄州 对于第二任妻子 贝蒂的失踪事件 由于FBI没有实质的证据 所以约翰没有因为 贝蒂的失踪而被起诉 第三任妻子 戴安听到约翰被判终身监禁后 依然感到非常害怕 事后戴安接受了一个 犯罪与调查的节目访谈 他向众人叙述了 这个让他夜夜恶梦的事件 说到初次见到约翰时 他看起来非常的普通 完全不像一个激进的分子 他对自己非常的温柔体贴 当时在他眼里 只看到约翰对他的爱 他庆幸自己当初接到FBI的来电 并没有把FBI的话 当作是一个玩笑 才因此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 事件随着约翰被捕后 就结束了 J只能说在爱情的面前 的确会让人蒙了眼睛 失去了理性的判断 即便眼前人看似在普通不过 但谁会知道对方葫芦里 买的是什么药呢 不管如何 在恋爱时还是要多观察对方 只要觉得苗头不对 就要赶紧抽身离开 虽然会觉得伤心难过 但要是遇到了恐怖情人 恐怕就一切都来不及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